记者黄美竹竹县报道,我们要喝干净水连树行动有斩获,台湾自来水公司三区处处长廖福全今天2日拜访新竹县政府环保局局长黄世汉,共商如何努力以符合大新竹相亲期待,廖福全更说将向中央争取在头前西风水期提高水库水作为民生使用的比例,长期方面除了积极整治河川, 也将透过水库联合运用,让大新竹即使枯水期的民生用水也仍能用水库水,不再使用河川水。 黄世汉说他支持水公司的想法,不过在场的台湾原生植物保育协会常务监视陈世洋却打枪水公司的水库联合运用计划。 陈世洋说他虽赞成水公司的短期策略,但水库联合运用只单程抽杀,不仅无法达到延续水库寿命,还加剧水库淤积。 他说应该在水库上游积极造林或现阶段造林,新鱼病种才是长久之道。 新竹市我们要喝干净水行动联盟发起我们要喝干净水连树运动,近日引起大新竹相亲热烈关注。 新竹县内由新丰乡前任凤坑村长江振坤担任召集人的新竹环境守护联盟则是个按响应,号召关心者明天三日早上一起时勘头全西沿线水矿,但江振坤强调绝非抗争。 黄世汉今天稍早也跟青大教授曾秦贤,陈世扬等人会看头前期盼的竹东环保生态公园,让外界多了解县府目。 先为头前溪水把关做了哪些努力,我们要喝干净水行动联盟也有人到场关心。 陈世扬说竹东环保生态公园的人工湿地还有进步空间,他建议县府在沿岸可能污染源处。 光设类似人工湿地趁这些废污水真正流入头前溪前,再度被净化过,确保头前溪水品质不再恶化。 廖福全说他主动败汇县府是想了解作为供水单位,有哪些地方可以跟县府并肩努力一起救河川。 他说根据饮用水管理条例规范的水源水值标准,头前溪流域的水值不仅符合标准,且远低于标准值好几十倍,这虽不一定能满足大家想要喝好水的标准。 但在保三保二水库蓄水量都不大之下,现在的做法才会优先取用原水做自来水,枯水其实才放水库水补充。 廖福全说,回应这个联署活动,三驱处决定该以多用水库水方式向中央反映,争取未来风水期时多用水库水给民生。 至于长期,除了河川整治,他们也计划在2020年前完成石门跟保三保二水库间的联合运用计划,让大新竹地区的饮用水未来即时面对枯水期也能用水库水而不再引取河川水。